你是哪一类的人,处于哪一种行业,这件事是众所公认的 就是这些没有办法叫人得到真正的满足 那我们的人生难道就失望吗? 不,在这里有个大好的消息 最后我们来一头读 圆着我,我所知的谁就永远不合 我所知的谁要在他里面成为前缘 只有路永远的神秘 主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 凡好这水的还要再渴 但是人若好我所知的水就永远不渴 而且这个水要一直涌到永远的生命 还记得吗? 神在造人的时候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目 而这个水要只涌到永远的生命 换句话说,当我们得了这水 我们在里面那个永远的需求 永恒的追寻就能够得着满足 好,这个人叫做巴斯卡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也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法国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今天神不存在 而你相信了神 充其量最多你就是须值了你的岁月 但是如果神存在 你错过了他 你就输掉了永恒 因为永恒比起来 人的一生何其转战 所以人应不应该追随神 不言而喻 所以他们在座今天的朋友们 我们要好好的来算一算 当你错过神 你就输掉了你的永恒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得错神 我们要接受这位神到我们的里面 这里有一首诗歌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的 刚好蛮符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 这个我们有的地方会唱 我们是不是一起唱一唱 世界最大 我心最小 大这难逝 小这处 小小知心 主是所谣 唯有几度 得很满足 哦他丰满 我不忍天 但这丰满 我知道 哦他丰满 是喜常怀 但这丰满 我尝尝 哇这个地上有太多的东西 但是啊 为什么我们人小小的心 却没有办法得满足呢 那今天在座的 呃 朋友们 看一看你身边的 这帮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 你觉不觉得他们就像这个副歌讲的 说 他们享受到了主耶稣的丰满 虽然这个丰满 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告诉你们 但是啊这个丰满 是可以让我们来尝到的 阿们 希望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都能够尝到主耶稣的丰满 阿们 既然我们这个 又小 但是啊 却没有办法得满足的心 因着他得着满足 阿们 那为了主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他就已经做了预备 他预备什么呢 这位神 他原本高高在上 但是他为了来接近人 在两千年前他还成为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耶稣 阿们 他在地上过了为人的生活 阿们 他过为人的生活 就能够体谅我们在地上的软弱 阿们 然后他为了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阿们 不仅如此 他还复活 成为赤生命的灵 阿们 赤生命的灵 顾名思义 就是要把生命来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把生命进到这个神这个永远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这个永恒的需求 阿们 就得主而满足 阿们 阿们 神力的好了 那我们该做什么呢 来 为同主喔 这个是主耶稣跟那个妇人的对话 阿们 耶稣回答说 你可知道神的恩赐 而非你主要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须要求他 他也必须要给你喝水 好 不然说 先生 请把这水吃给我 叫我不喝 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跟主说 主啊 求你把这水吃给我 阿们 叫我不喝 阿们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说 哦主耶稣 请把这水吃给我 叫我不喝 好 哦主耶稣 请把这水吃给我 叫我不喝 再一次哦 哦主耶稣 请把这水吃给我 叫我不喝 好 请坐 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 他已经成为吃生命的灵 就是这个生命的活水 那我们这边 我们要做的就是 向他要 这个生命的活水 求他把水赐给我们 叫我们永远复可 好 那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都试过的 我们一起来读 哈 他为一切不舍发的人 是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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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